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期待未来的日子能够繁荣和平 数万埃及人8月30号涌上解放广场 庆祝穆巴拉克倒台之后的第一个开斋节 在今天的开斋节礼拜中 伊玛木杀伊赫杀新号召人民将抗议坚持到底 他同时要求埃及民众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埃及而努力 进而摆脱美国对埃及的干预 杀新希望埃及民众能与警察和解 结束数十年来不断恶化的关系 现场很多参加过示威活动的民众主动与警察握手 人们欢欣鼓舞 认为现在的埃及赋予了他们真正的自由 开斋节对于穆斯林来说是个欢庆的日子 随着开斋节的临近持续数月的利比亚国内紧张局势开始趋于缓和 但是毕竟利比亚战事还是没有完全结束 过一个正常的开斋节对于利比亚民众来说似乎还是个奢望 8月30号 新华社报道员在首都迪利波里街头看到 许多店铺已经恢复营业 尽管没有达到战前水平 却仍然吸引大量民众抢购食品衣服等必需品 电信服务也已恢复 市民可以免费接打电话 在迪利波里 银用水供应不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市政部门已经通过广播告知市民 他们正在全力抢修管道设施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全天供水 此外银行仍然处于暂停营业状态 何时开门还不得而知 目前除了卡扎贝的家乡苏尔特 利比亚的安全局势总体趋于缓和 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正从东西两线向苏尔特推进 准备在那里同卡扎贝的支持者展开决战 利比亚反对派组织全国国度委员会 部分高级成员已经离开班加西 进驻迪利波里办公 但是该组织领导人贾利勒仍未进驻迪利波里 由于摘月特定的性质 摘月期间穆斯林追求祥和 一般来说要回避战事 因此在局势趋紧的苏尔特反对派 虽已向城内抵抗人员下最后通牒 但也承诺不会在危机三天的开寨节期间 发起进攻 利比亚全国国度委员会主席 阿卜都勒贾利勒当地时间8月30号表示 反对派与苏尔特本马利德等地 抵抗人员的谈判只剩四天期限 到本周六 如果这些地区的抵抗分子 依然拒绝放下武器 反对派武装将强行进入这些地区 贾利勒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反对派有能力武力解放苏尔特本马利德等地区 但目前仍然在等待与这些地区卡扎菲支持者及持有武器抵抗人员的谈判结果 他呼吁这些城市的人民与反对派合作 并称将给予他们公正的对待 反对派前线一名军队指挥官之前表示 苏尔特已断电十天 全程电视信号中断 并出现燃料食品和药品短缺 从今年三月起北约开始接管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指挥权 北约发言人瓦纳伦杰斯库当地时间8月30号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由于卡扎菲残余部队依然对利比亚平民构成威胁 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仍有必要 北约发言人伦杰斯库对记者说 北约军事行动已接近达到目标 但尚未完成 在上周召开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 各成员国一致认为利比亚反对派的势头已不可逆转 并承诺继续行动直至达成目标 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发言人罗兰·拉瓦当天说 卡扎菲残余部队近来多次从卡扎菲老家苏尔特附近 向外发射飞毛腿导弹 表明其依然具备指挥和发动攻击的能力 他说对于利比亚安全来说 卡扎菲绝对是个威胁 因此北约应继续军事行动 对卡扎菲残余部队持续施加压力 直到针对利比亚平民的威胁全部消除 他还表示目前北约并不清楚卡扎菲身在何处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8月30号以至通过决议决定将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期延长一年至2012年8月31号 安理会的这项决议决定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期延长一年至2012年8月31号 决议说安理会强烈呼吁有关各方遵守停止敌对行动协议 防止任何侵犯蓝线的行为 并同联合国及连离部队充分合作 安理会强烈谴责对连离部队的所有恐怖袭击 敦促所有各方认真履行尊重连离部队及其他联合国人员安全的任务 决议呼吁连离部队与黎巴嫩武装部队进一步合作 尽快完成5月27号和7月26号针对连离部队袭击的调查 以便将发动袭击者绳之以法 决议还敦促以色列政府加快从盖杰尔村北部撤军 并再次呼吁各国全面支持和尊重在蓝县和利塔尼河之间建立的安全区 禁止除黎巴嫩政府和连离部队之外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进入 连离部队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978年通过的第425号决议建立的 2006年8月 安理会在离异冲突后通过第1701号决议 决定扩大对连离部队的任务授权 增加兵力配备 以维护离南部地区的安全 正在沙特阿拉伯疗伤的也门总统萨利赫 当地时间8月29号晚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录音讲话 命令执政党尽快与反对派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 美国和欧盟等方面 就实施海河会调节协议进行对话 并准备选举新总统 当晚总统萨利赫的兄弟阿里穆赫辛发表开斋节前讲话 呼吁萨利赫使用和平的方式处理国内危机 避免使用武力 美国和平的方式处理国家合作人 也门第一装甲师 由总统萨利赫的兄弟 也门西委军区指挥官阿里穆赫辛领导 阿里穆赫辛在3月宣布加入反政府抗议示威阵营 保护反政府抗议示威者进行和平示威 也门国防部长纳塞尔当地时间8月30号 在南部阿比扬省视察军队时遭到了炸弹袭击 造成他的三名保镖死亡多人受伤 纳塞尔本人幸免于难 阿比扬省一名安全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 纳塞尔的车队在经过阿比扬省省会 经济巴尔市附近的多福斯地区时遭到的袭击 他的三名随行保镖死亡 但爆炸并未波及纳塞尔乘坐了汽车 纳塞尔本人未受伤 这名官员说纳塞尔此行失去视察 在阿比扬省与基地组织作战的政府军 而爆炸原因可能是地雷或耳雷被引爆 具体情况相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基地组织武装分子8月中旬占领了多福斯地区 也门政府军29日将该地区从基地组织手中夺回 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 今年5月28日占领经济巴尔市 并宣布该市为该组织在也门南部建立的 伊斯兰酋长国首都 此后又占领了宁定的贾尔市和沙克尔市 自5月以来 也门政府军一直与基地组织激烈交战 迄今已造成双方数百人死亡 日本执政党民主党当地时间8月31号确定新一届领导班子 该党参议院议员会长于史东出任新干事长 8月31号上午 民主党召开该党国会中参两院议员大会 批准了新任党代表野田佳燕提交的领导班子方案 根据这一方案 前外相前员成思任政调会长 前内阁官方长官平野博文任国会对策委员长 前国会对策委员长尊床申二任干事长代理 野田佳燕8月29号在民主党代表选举中当选新任代表 随后他又在国会中参两院8月30号举行的首相指名选举中 当选新一届日本首相 野田佳燕目前正在物色内阁大臣人选 有望于9月2号组建新一届内阁 野田佳燕当地时间8月30号正式当选日本第95任首相 他是民主党执政近两年来的第三位首相 也是日本五年来的第六位首相 日本民众对这位新首相有什么期待 对于日本政府频缓更换首相又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来看记者在东京街头进行的采访 分析人士认为 野田在民主党执政能力遭到质疑 民主党政权失去民众信任的不利形势下出任新首相 既要重述民众对民主党政权的信心 又要处理好内政外交课题 其执政之路面临机遇与挑战 日本民众表示 他们希望野田能够制定更有利的政策 带领日本从地震以及经济低迷中走出来 大事なのは今一番大事なのは今一番ね 金融関係で大変なんで これはまず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しょうけど それに混沌地震でね だいぶ日本自身も大変なんで 不过也有民众表示对野田信心不大 认为无论谁上台都一样 難以挽救日本的经济现状 民主党执政两年间 先后出现的揪山游记夫政权和监制人政权 都未能逃脱短命的厄运 对于日本政坛这种现状 大多数日本民众都认为 日本政治需要稳定下来 ちょっとね恥ずかしいくらいですけど まあこんなその交代ならないようにね なんもとしですね 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安定してほしいですよね 次々に政権変わるのも良くないし 首相が変わるのも なんとなく国民とはかけ離れたところで 変わっていくから それもちょっとね それはまあある意味は寂しいですけど まあ安定に向かう過渡期かなと思いますよね あの二大政党が確立するための過渡期であって 特にあのまあ総理の資質 それもあんまり良くなかったのが事実だと思いますんで やっぱりリーダーシップを持っていけば 長期政権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はい まあ今回の場合は まああと2年間は まあ1年間ですね 次の代表選まで まあ民主党政権が2年続くとしたら まあ2年 野田さんでやっていただくようなね そういうこう安心できる あの最近の年など期待してます 在目前欧洲债务危機的大背景下 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 反映经济信心的欧元区经济敏感指数 連續6個月出現下滑 来看報道 欧盟委員会当地時間30日发布的報告显示 今年8月份 体現欧元区17国生产者和消費者 对经济前景乐观程度的经济敏感指数 较前1个月下降4.7点 欧盟27国的经济敏感指数也下降5.0点 在欧盟的7大经济体中 德国的信心指数降幅最大 8月份欧元区各行业信心指数均出现下滑 其中金融服务业和服务行业下滑幅度最大 同时欧元区和欧盟的消费者信心也均下降5.7点 反映出消费者对未来的整体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更加悲观 此外 欧盟委员会当天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 欧元区今年8月份的商业景气指数也连续第6个月出现下滑 欧盟委员会表示 虽然这一指数水平仍然相对较高 但自3月份以来的连续下滑 表明欧元区工业已经进入一个增长放缓的阶段 南非主要反对党之一的民主联盟 当地事件8月30号公开表示 政府领导不力是导致南非就业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民主联盟发言人伊恩·奥里斯表示 南非副总统卡莱玛·莫特兰蒂一直强调增加就业 是南非政府的首要任务 但是政府在刺激就业工作上推出的行之有效的方案不多 前一段时间 南非新经济增长战略被人们寄予广泛的期待 然而事实证明 该战略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计划 而更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清单 南非的就业危机 源于青年人群的失业率居高不下 奥里斯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效可行的就业增长计划 而且越快越好 31号约15时30分许 乌鲁木齐青年路新城大口径塑料螺旋管制品 有限公司院内一栋6层居民住宅楼发生火灾 记者16时赶到现场发现 火灾现场浓烟滚滚 住宅楼前堆放了很多塑料螺旋管 消防人员正在紧急处置 有目击者称居民楼里居民已经疏散 目前记者正进一步了解 有无伤亡情况及失火原因 今年第11号热带风暴南马都 于今天凌晨2点20分 在中国福建近江市登陆 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8级 也就是每秒20米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仍将在近江市沿海一段徘徊 受南马都带来的强降与影响 8月30号福建省梅西的闽青台 熬江的祸口站出现小洪水 洪峰水位分别超警戒水位 0.64米和1.87米 福建气象部门预计 南马都带来的降雨影响 将持续至9月2号 8月下旬福建省连续发生多日降雨后 南马都又给福建省带来大范围的降雨 尤其是此次降雨较为集中的 宁德 福州 泉州等地 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 为此热带风暴登陆后 福建省要求各地继续做好 防短时降雨 防地质灾害 防渔船渔牌上人员 擅自返回等各项工作 中国最大的数字出版云计算中心 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云计算中心 8月29号在天津空港经济区上线运行 并对外向用户提供服务 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云计算中心 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配套项目 全部建成后 入住企业将超过1000家 产值规模于1000亿元 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 预期建成国内领先 国际知名的数字出版产业聚集区 为满足基地内企业 对大规模数据处理的需求 云计算中心目前已经 与天和一号建立了合作关系 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 云计算中心CEO王军表示 这个中心通过云计算的方式 采用虚拟化技术 为政府企业提供低成本 高性能的一站式信息化服务 对于使用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 云计算中心产品或服务的企业 空港经济区管委会 将提供80%的资金补助 更多新闻来看简讯 大道之行纪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影像展 8月30号在香港大学 美术博物馆开幕 影展展出86幅 1850年至1930年的珍贵图片 重点描绘了辛亥革命 及其前后几十年间 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 据介绍 这些展览图片 由普利策新闻摄影讲得主 摄影家刘湘成 历时一年时间 从世界各地知名档案馆 及个人收藏的 余万幅图片中选出 大部分属首度公开发表 香港民间智库 至今研究中心 8月30号在一份 就广东在十二五期间 产业转型发布的报告指出 未来十年 广州和深圳的人均生产总值 将全面超越香港 报告建议 面对广东全面发展 带来的挑战 香港产业需尽早做出调整 加快进入广东 这个庞大市场的步伐 并通过越港互动方式 加强与广东合作 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 中秋节将至 美国奥克兰市的唐人街 率先举行活动迎中秋 奥克兰市首位女性华裔市长 关立真出席了中秋街会的开幕式 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有月饼 点心 盆景 以及传统工艺品 热闹的过节气氛 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和游客 前来游玩 舞师和文艺表演 也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俄罗斯铁路公司当地时间8月29号 在莫斯科展示了新式消防专列 它的特殊性能之一 是能够在隧道内参与救火工作 该专列配备有灭火机器人 它可依靠履带或沿着铁轨行进 消防员可以在距离列车 300米范围内遥控机器人 它每秒最高喷水量达到100升 同时已清除隧道内的烟尘 据了解 新式消防专列将在2014年 索期冬奥会筹备和举办时投入使用 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 当地时间8月30号签署总统令 宣布喀麦隆总统选举 将于今年10月9号举行 目前喀麦隆已有10余人 宣布竞选总统 执政党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 将于9月15号至16号 召开党代会选举党主席 该党现任主席为喀麦隆 现任总统比亚 比亚迄今仍未宣布参选 如在9月党代会期间 连选连任党主席 比亚参选将成定局 喀麦隆宪法规定 总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 任期7年可连选连任 喀现任总统于1982年开始执政至今 首届中非民间论坛 当地时间8月30号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比闭幕 论坛通过内罗比宣言 倡议加强中非民间组织之间的交往 内罗比宣言指出 加强中非民间交往 已成为中非友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成为加强中非人民友好感情的重要纽带和渠道 内罗比宣言倡议 中非民间组织 按照增进民间友好 促进务实合作 推动世界和平的原则 积极参与中非民间交流合作 以实际行动 促进中非人民真正成为全天候的好朋友 真诚合作的好伙伴 情同手足的好兄弟 首届中非民间论坛为期两天 中国和近20个非洲国家的上百个非政府组织的 逾200名代表 围绕中非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 中非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中非妇女青年在发展中的作用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专家 图列绍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平等协商与互利合作是今后独联体发展的关键 图列绍夫指出 独联体是各成员国协商处理共同事务的平台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国情和发展理念 他认为独联体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目前许多问题都有待通过多方努力共同解决 图列绍夫强调 独联体空间正悄然发生力量多元重组 但尚未定型 团结协作趋势正在逐渐加强 俄罗斯石油公司与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 当地时间8月30号 在俄罗斯黑海沿岸城市索契 签署俄罗斯北极大陆架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当天出席了签字仪式 并且会见了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蒂勒森 双方商定 两家公司将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大陆架油气田的勘探和开采 北极地带科学研究 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合作 俄罗斯石油公司预计 双方合作项目的直接投资额预计将达到2000亿至3000亿美元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 俄罗斯石油公司获得将来进入美国本土和墨西哥湾 参与美方项目的可能 同时俄罗斯石油公司将来还可以参与埃克森美孚 在第三国的项目 普京在会见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蒂勒森时说 俄罗斯石油公司与埃克森美孚 签署上述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将为国际大公司参与俄罗斯北极大陆架 和深海大陆架的合作 开辟新领域 世界能源市场对此将做出积极反应 蒂勒森表示 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上述协议 开辟了新的合作领域 同时也极大的扩大了俄罗斯石油公司 与埃克森美孚在俄罗斯国内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合作 由于阳光充足 雨水丰富及土壤肥沃 今年澳大利亚柑橘涨势空前良好 获得丰收 然而澳元汇率持续居高不下 影响柑橘出口 因此大丰收并没有为柑橘种植者带来丰厚的利益 今年澳大利亚收获齐成24万吨 比去年提高30% 按照惯例 澳大利亚50%的柑橘产量 用于出口海外市场 但澳元汇率持续居高不下 影响柑橘出口 据最新统计数字 6月的柑橘出口量同比下降13% 该国柑橘行业预测 他们今年将会经历一个巨大的损失 有些柑橘种植者免费向国内消费者赠送橘子 以此希望他们多买柑橘 然而 活动已经过去两周 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8月29号是巴西的全国无烟日 巴西全国在这一天以各种形式宣传烟草的危害 提倡健康生活 最近几年在政府的措施下 国内烟草消费得到了抑制 巴西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烟草出口国 世界第四大烟草生产国 据巴西卫生部2009年的统计显示 巴西烟民人数当年占全国总人口约24% 其中15至30岁的烟民就有2460万人之多 目前每年该国又有20万人死于吸烟带来的疾病 为使烟草远离大众生活 巴西卫生部规定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 并强制烟草商在香烟包装上印上展示吸烟危害的文字和图片 政府的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全社会对烟草的需求 乌拉贵总统穆西卡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 当地时间29号共同主持了连接两国跨国铁路的恢复通车仪式 这是乌拉两国之间的跨国铁路线 在中断近30年后首次恢复运营 被视为两国双边关系得到明显改善的标志 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当天在随从的陪同下 搭乘专列穿越了横跨阿根廷和乌拉贵边境水库的跨国大桥 抵达乌拉贵边境城市萨尔托 整个行程持续了约25分钟 克里斯蒂娜在萨尔托火车站受到乌拉贵总统穆西卡 及多名乌内阁成员和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穆西卡在通车仪式上发表讲话说 目前乌阿双边关系处于近50年来的最佳时期 此条铁路的恢复是两国关系改善和民众有意加强的最好象征 克里斯蒂娜表示 乌阿两国克服分歧 不断巩固和深化双边关系 在世界政治和经济陷入动荡的关键时期 两国需要精诚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 由于乌拉贵在乌阿两国边境地区建立造纸厂 引发阿根廷边境地区居民和环保人士 对两国戒合可能遭受污染的担忧 造成两国关系紧张 乌阿两国最后通过谈判组建了联合委员会 共同监督造纸厂的运营和环保问题 成功化解了矛盾 当地时间8月30号 在第九届世界汤克锦标赛舞台汤克项目的决赛上 阿根廷选手马克斯 范德·乌尔德和搭档索兰赫 阿克斯塔在20对选手中脱颖而出 夺得了冠军 他们的夺冠也捍卫了阿根廷汤克发源地的荣誉 阿克斯塔说 他从小就开始学习汤克 但是一年前才与范德·乌尔德搭档配合 他们参加本届锦标赛的目标是进入决赛 没想到最后获得冠军 两人除获得冠军奖杯和三万比索奖金外 还将作为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艾利斯的文化使者 前往法国巴黎参加一系列文化活动 30号同样在布伊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世界汤克节也顺利落幕 布伊诺斯艾利斯市文化局局长埃尔南·隆巴尔迪说 一年一度的汤克艺术节和汤克锦标赛不仅给居民带来了快乐 本身也已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 2009年布伊诺斯艾利斯和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迪亚联合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汤克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获得成功共享汤克发源地的荣誉 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